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心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苗董楞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苗董楞言一千日 第五百二十九日 主题 实行无称恨行 经文段落 自觉觉他得无委屈 明无称恨行 经文肖文 自觉觉他得无委屈 此忍度忍入波罗密 缓言精云 菩萨思维 自身苦乐 皆无所有 即自觉也 又云 我当了解 广为人说 即觉他也 自觉觉他 他无委屈 称恨无从而生 自无委屈 甘受外辱 我 人 众生 受着四项全空 亦不生 称恨 世之无称恨 方位 真人如也 福萨尔时 附作试念 我从五始节 助于生死 受足苦恼 如是思维 从自劝力 令心清静 而得欢喜 擅自挑涉 自能安住于佛法中 一灵众生 同德此法 福更思维 此身空极 无我我所 我有真实 性空无二 若苦若乐 劫无所有 主法空极 我当节了 广为人说 令住众生 灭除此件 我今虽遭苦度 应当忍受 为此念众生 故 饶意众生 故 安乐众生 故 灵敏众生 故 设受众生 故 不舍众生 故 自得觉悟 故 令他觉悟 故 心不退转 故 去向佛道 故 世名菩萨摩赫萨 第三 无微逆行 以上第三组 分享至此 恭请建徽法师 慈悲开示 阿弥陀佛 各位全球云端 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 苗董楠言 一千日 第五百二十九日 我们要来总结 无称恨行 这一段呢 是楠言经理 在谈到缘起 我们的心呢 只要一动念 就会有染跟静的两种分别 那如果你有染的缘起啊 你就会往轮回的方向 随着不同的妄想分别 就有不同的状态 但是呢 如果你不随染 那你就凡染为静 然后回归到清静的本 具的自信 那这时候呢 就会进入一个修行的位置 谁所发行 安利 圣位 从干会 实信 实住 实行 实会像 四家行 实地 等诀 妙诀 这一路呢 就是一个修正 修 就是正 正 就会确定 你修的是对的 所以啊 这个实行 是现在我们要谈的 从欢喜行 到饶义行 到第三 叫做无称恨行 这个时候的菩萨会怎么样呢 菩萨自觉 觉他 得无畏惧 明无称恨行 我们平常会称恨 就是被违逆了 又抗拒了 所以就叫诸事不顺了 所以心生称恨 那如果呢 你的修行啊 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 你会发现 怎么事情就开始顺了 顺什么呢 其实是顺着觉性的方向走 自觉 或者是觉他 都是依着觉 那依着觉 就会进入一个 称心如意的状态 可知 如果你平常啊 心不如意 或者是遇到一些境界 那一定是你的心 没有照着觉 而照着不觉 那这个就是 无称恨行的一个状态 那在华言经里面 就讲到 无称恨行 在华言经叫做 无为逆行 慈菩萨常修人法 牵下恭敬 而且呢 他还劝一切众生 也要牵下恭敬 常常安住在忍入的 这种修法当中 那遇到了一切境界呢 还遇到什么境界 遇到很多很多的人来 很多众生来伤害 或者是呢 拿着这个种种的工具 来残害菩萨 逼迫菩萨 那菩萨呢 遇到这样子的痛苦的时候呢 已经是走到了 没有路走 身毛皆数 命将欲尽的时候 他会怎么想呢 他就想啊 我如果因为这些苦呢 心开始动乱了 那么我自己就陷入苦恼 自不调伏 自不守护 那如何能够让他人得度呢 那就更没有说服力了 那当然呢 菩萨他的这种思维是很难得 那如果你不这样思维 你大概就是进入一种称恨 那称恨之后呢 你就会引发更大的仇恨 所以呢 这唯有啊 用这个慈悲跟忍辱 才有办法去停止一切的称恨 所以啊 菩萨耳时就会再进一步再想 不做事念 哎呀 我从无始节 助于生死 受诸苦恼 我从以前到现在 无始节以来 永远都是 没完没了 就是我这一辈子呢 是这样子死的 我下辈子呢 又再一次遇到的冤家仇家 他又来伤害我 我又是怀恨而终啊 总是啊 以为啊 死的就会了 结果都没有了 每一事的功课都是一样的 就是一直在受苦当中 而且呢 烦恼的不得了 心啊 是随着生 生也会因为心 那这个苦跟恼啊 一个是生的苦 就是刚才所说的 众生给我们很多的逼迫 伤害 所以呢 身体啊 很痛苦 那重点呢 有的人是身体痛苦 可是心不痛苦啊 偏偏呢 当我们生痛苦的时候啊 你的心是烦恼的 所以呢 身心都是在一个苦恼的状态 我们每一世每一世都是如此哦 如果菩萨呢 发现这件事 真的是苦不堪言 那怎么办呢 从今开始 我因为学习的佛法 我要有往后不同的人生 所以啊 菩萨呢 就会怎样 如是思维 从自劝力 没有人会劝菩萨 你要忍耐 只有自己能够劝自己 菩萨呢 就自己在劝 劝就是劝导自己 劝发自己 力就是鼓励 我要激励自己 你遇到这些苦恼啊 告诉大众啊 其实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很冷酷啊 很现实 常常呢 你已经构产了 还要落井下石啊 所以呢 你以为啊 要遇到贵人呢 那是我们有 很有福报啦 遇到贵人 就是最大的贵人 就是菩萨 菩萨总是啊 给我们无限的包容 慈悲跟鼓励 可是有很多人没有学佛啊 他怎么有可能会遇得到 有人要去鼓励他呢 所以啊 菩萨就自己啊 就要自我鼓励 从自劝力 有时候我们会以为呢 别人总是应该要来帮助我 譬如说我的父亲 我的母亲 我的老板 我的老师 他们都很厉害啊 他们应该来帮助自己 结果呢 也许啊 他们是比我们还惨 还要更痛苦 他又不敢讲 也没有方法 所以这时候呢 菩萨要自力救济 自力自强 为什么 因为菩萨有智慧啦 他想到呢 我从无始以来就是这样 凡事呢 在这个世界上 一起轮回的 都没有好 好到哪里去啊 你只是看起来 他好像比较好 其实他还是在忍耐 他也是在这个苦恼当中啊 所以谁有能力呢 谁有办法呢 大家都尼菩萨过疆啊 自身难保 所以菩萨就会有这种想法 他从来呢 不会期待有人来救他 他就自己自力救济 叫从自劝力 要劝自己 要鼓励自己 为什么 因为只有你自己 才有办法救自己 好 令心清净而得欢喜 善自调射 自能安住于佛法中 义令众生同得此法 所以这一段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遇到一切苦恶啊 那怎么办 你只能度一切苦恶 那怎么度 就是要超越他 那怎么样超越 你要回到佛陀教我们的方法 你的心要回到清净的自信 所以你的心要回来 不要陷入烦恼 每个人都会烦恼 你遇到烦恼 你是越来越烦恼 你如果不去 找方法出离他 斩断他 你就会每天就是在烦恼的状态 没完没了 所以一定要让自己 甚至于要下定决心 我要快刀斩乱 要把自己的心 一定要抽离出来 令心清净而得欢喜 就是你要找到你的清净的力量 然后你要找到你的欢喜 什么欢喜 因为你要解脱了 我遇到这些苦恼 这是最大的考验 我考过了表示什么 我有希望的 你能够在这么困难的状态当中 还能够保护自己的清净心 擅自调射 擅自调射可以调伏 射受 说服自己是最难的 你能够成功的说服了自己 射受了自己 那你一定是可以怎么样 有两种叫自觉又觉他 自能安住于佛法中 义令众生同得此法 就是这个是非常非常明确的 就是当我们自己的内心 已经展现了清净的力量的时候 你一定 第一个你自己是安忍在佛法中 就是自己安住 安住在佛法 每天每天都是安住在觉悟之法 而且一切众生 也会因此而同得此法 所以如果有众生要来伤害你 你要怎么改变他 你不可能叫他 不要打我 不要骂我 你每次都骂我 你很可恶 那你其实一直在招他骂 所以就是自己自我收射 你的心清净的 用清净的心感染对方 那其实心跟心之间是没有距离的 只是我们会被自己的烦恼跟执着障碍住 那如果我们用烦恼来跟他相应 那就是两个像磁铁一样 就会越来越可怕 那如果你的心是清净的 哎呀 他的烦恼跟你不相应 他也会被清净影响 因为这个众生 同得此法 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心是可以贯穿这一切的烦恼 照见五云皆空 好 那如果你还不够厉害 觉得自己的功力不够 那接下来 菩萨就会再继续用思维的方式 来观察自己的身心 复根思维 此身空极 无我 无我所 无有真实 照见五云皆空 性空无二 就是自己的本性 本性 是跟空性没有差别 若苦若乐 皆无所有 诸法空固 我当节了 广为人说 令主众生灭除此剑 灭除哪一个剑呢 灭除我剑 灭除我人之剑 我要了解 没有我 那当我们知道 没有我 那你是谁在生气呢 也没有人伤害得了我 因为无我了 所以这是最彻底之道 就是照见五云皆空 那真的就是度一切苦恶 事故我今虽遭苦毒 应当忍受 虽然我现在遇到这些苦跟毒害 贪嗔痴三毒 身体有遇到了很大的逼迫 那我都能够忍受 为什么 因为没有这个身在受 也没有我在受 有些人愤愤不平 你怎么可以伤害我呢 那如果没有我 你怎么可以伤害 什么 伤害什么 没有东西被伤害 也没有一个谁来伤害你 所以我们都不用记住 因为本来就没有我 你要去记住你的仇人 你还要一直心里面 一直记得他 那这样子呢 只是让自己更痛苦而已 所以应当忍受 为了什么呢 为慈念众生故 饶意众生故 安乐众生故 怜悯众生故 射受众生故 不舍众生故 自得觉悟故 令他觉悟故 心不退转故 去向佛道故 其实前面呢 叫做忍受了之后呢 你其实就会发现 原来呢 这个修行啊 像道吃甘蔗 这前面呢 很硬 觉得很辛苦 在一开始在修行 真的是 有时候真的会被打败 没有办法说服自己 要去接受这个无我的道理 哎呀 无我真痛苦啊 其实呢 你说无我真痛苦 就是因为有我啦 那要让我变成无我 哎呀 你真的就是会发现 这个才是最究竟之道 因为呢 这个菩萨 如果能够到无我的状态呢 你的现前的状态是什么 就是慈念 饶意 安乐 怜悯 舍舍 不舍 这些心都会跑出来 就是慈悲心跑出来了 饶意众生的心跑出来了 安乐众生的心跑出来了 我们以上呢 看到这些词哦 这个都是一种善心 善的心呢 如果不被恶的心蒙蔽的时候 心是具足这种功能的 而且呢 会像佛一样哦 自得觉悟 又令他觉悟 这个自觉跟觉他 就是不二法门啊 就一定要走这条路 你不自觉 你没有办法成佛啊 你不觉他 你也没有办法成佛 所以呢 要自觉 又要觉他 好 那觉他的方法呢 我刚才讲过啊 你的心啊 清静 在你身边的众生呢 都会 也会清静 是这样子哦 而且呢 当我们越来越清静的时候 你就会 越来越相信 哎呀 真的 唯有佛法是真实之法 心不退转故 去向佛道故 那这个心不退转哦 就是啊 非常非常的相信 自己的心 你其实没有退路啦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啊 不管你是掉到地狱去啊 身心受苦啊 其实是白受苦 为什么 因为心 纵使到地狱 它依然是心 它不会因为在地狱 它就减损 少了半斤的心 没有哦 它还是佛的心哦 那即使你成佛了 它也是佛的心 那既然都一样 为什么会掉到地狱去痛苦呢 那表示了你的心啊 哎呀 在执着在那个我向 所以我被伤害了 我在地狱中 那我在地狱中 那有没有影响到你的伏提心呢 没有 所以意思就是啊 白白受苦 那你就活在那个痛苦里面走不出来 就被关住了 所以地狱是没有门啊 地狱无门 那你为什么不出来 因为你不知道 然后你不知道啊 是什么原因 是因为被这个痛苦蒙蔽了 所以住在这个苦毒当中 你没有办法摆脱它 因为你太真实的认为它是真的 就是我不但是我是真 而且呢我受苦这件事情也是真 所以呢全部都陷入这个苦难当中 那唯一有呢 你要知道 身是空 没有我 也没有我所受的苦 也没有我所处的地狱 那这个时候呢 无有真实就让自己呢 跳出来了 跳出来之后呢 这个就进入了一个无为逆行 无称恨行的状态 所以呢 以上啊 就是世民菩萨摩赫萨 无为逆行 这个就是 哎呀 为什么菩萨可以称心如意啊 原来很简单 它就是无我 那没有这个我值 那没有我值的另外一个方向呢 就叫做自觉跟觉他 是真正的 然后达到了一个无辱而不自得 到哪里都没有障碍 都没有人抗拒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们觉得 你都违逆我 是不是还有一个我 你都反对我 我好恨你 全部都是我 你有我呢 你的肚 这个身边呢 就很多很多的敌人 不但有冤又有亲 因为我们都落入了一种相对的人我之境 那这样子是没有办法彻底的 让彼此之间呢 都得解脱 那就会陷入一种分争当中 所以呢 到第三呢 无称恨行 其实是因为无我而真的进入了称行如意的状态 好 以上是今天的内容 大家好 弟子有一些小小的心得想跟大家分享 在修人鲁的这个修行的话门时候 弟子学的新刚经有一段话很受用 就是夫赤须补提 善男子善女人 受词读诵此经 若为人亲见 世人先是罪意 应不恶道 以今世人亲见 故先是罪业 则为消灭 当得阿诺多罗 三秒三不提 弟子是觉得说 是这样理解的 就是说 你读了金刚经 被人亲见 那是不是就是在消业障 那有可能是会重抱轻松 那在我们没办法 打到我人众生受着四项全空的时候 先以这种对峙的法门 先让自己不起称心 不发不脾气 然后一步一步的再契入空性 再来最后做到这个无称恨 真忍辱 那弟子有一些心得 想跟大家分享 弟子在没有学活之前 这个脾气也是很不好 也容易起称心 不用说被人家骂 人家态度不好 就自己就会生气 那记得有一次 家人说了我几句话 我就很生气 那时候是在学活的初期 那我就责怪他们说 人家在学活了 在修行了 你还让人家生气 那学活的人是不能起称心的 你们还让我称心 那其实我的修行是在修别人 不是修自己 后面这样子 跟了师傅这样子修行 觉得说那时候的想法真的很可笑 那在学跟了师傅学的初期 后面我有学了一些剪辑的一些技巧 那我帮有做一些宣传片 但是就是有初期的时候 做了一些宣传片 有时候会被被师傅就是说退回来 那师傅跟有些师兄 其实他们都已经很善巧 说话已经很善巧 而且也都一直在顾及我的感受 但是那时候我就 其实心里是有小剧场的 就说这么认真做了 还要退回 其实那时候心里是有小剧场 但是后来跟了师傅这样子学习心修 那我这个心真的是调了调漏了很多 学会了内观 慢慢的发现自己 我的影片通过这样子一次一次被退回来修改 那影片的质量对比了一下真的是提高了很多 那在师傅和师兄们的悉心的指导下 我的剪辑的技巧也进步了 有很大的进步 大家有的都说我的剪辑技巧进步很多 其实跟师傅师兄们的那个教导 悉心的教导是分不开的 那后面才慢慢的发现 哇自己原来真的很有福报 有不足的地方 师傅师兄们都会帮你指出来 那你就可以不断的进步 我现在真的是很感恩 这有这么一群师傅跟师兄 感觉这个学习的学习佛法的氛围 真的非常非常好 那最近在师傅和师兄的指导下 我完成了一部音乐家郭子老师的一个影集 一个采访 然后我在这个影片中 我看到了师傅的艳心 以及郭子老师的菩萨行 那这个影片不只是访问郭子老师 而且是一个华言华会的宣传片 那我也请大家把这个影片宣传出去 转发出去 让亲边更多的 身边更多的亲朋好友来参加这次华会 能够老运到更多的法界众生 同时也真诚的邀请更多的师兄 来加入禅宴的影音制作团队 成为红华的精英 那有一时间关系 我播一小段 让大家来看一下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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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境界来锻炼你 让你随时都要保持正念 随时都要无有间断的修行 有些人他在生活中 遇到很大很大的障碍跟困难 这个心已经剩下 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 那就是已经被生活折磨到 趴倒在地 那只剩下一念的时候 反而绝处逢生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其实你回头去看到这些境界 他不是因为你的业障很重 而是因为你有很大的愿力 你想要成就无上的菩提妙果 那无上菩提妙果要谁来帮助你呢 你的心就会带来很多的境界 让你借尽恋心 那没有大考验就没有大愿力 没有大愿力不容易有大成就 所以这边我们常常在讲 哎呀这个给我们考验的这些菩萨 他其实也是菩萨 他在成就我们 以前佛陀呢 他有一个弟子 也是他的堂弟 叫提婆达多 总是给他出很大的难题 那因为提婆达多非常聪明 所以他用的方法呢 是很难破解的 他总是呢 挑拨离间 而且最后还成功 佛陀呢 永远都没有找他麻烦 如果以佛陀的智慧 他要反击 一定没有问题的 而且提婆达多会死无葬身之地 可是后来呢 提婆达多就咎由自取 就掉到地狱去的 那有一天呢 提婆达多的弟弟啊 叫阿南 就是这个 愣眼睛的当机众阿南 他就想说 哎我这老哥哦 不知道在地狱过得如何 就跟佛陀请假 说他想要去看看他的哥哥啊 那结果呢 他去了 就到地狱的门口啊 他就问了里面的人 他说啊 请问那个提婆达多在哪里 结果啊 这个门口 就问他 请问你要找哪一尊佛的提婆达多 那阿南呢 此时啊 才知道原来 每一尊佛都有他的提婆达多 那回来了之后呢 他去探望 他就问说 哥哥你过得好吗 他说哦 我在这里快乐的不得了 在地狱 可是如入三残之乐 他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说怎么会有人去地狱还那么快乐 那可以回来呢 见到佛陀 他就讲这些事 佛陀就说啊 其实提婆达多是我的善知识 没有提婆达多 我没有办法成就 无上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我没有办法修得这么好 这叫可敬的对手啊 所以啊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提婆达多 当你出现了这些 你发现你的身边 出现了你的反对党 那就表示你要有大成就 那你感谢他都来不及了呢 那还有怎么样 还要去恨他 那不是就是跟他差不多 所以啊 自己就要有一个高度 而且还要有一种什么 哎呀 赶快把握这个机会 竟然有人呢 为了要成就你的修行 让你陷入 试图让你陷入这么大的苦恼 然后挖这么大的坑 他真的好辛苦啊 你看他是不惜 让自己陷入一种痛苦当中 其实要报仇啊 伤害别人的人 也是很痛苦的 那他为了要成就你 哎呀 竟然会出这种绝招啊 你真的觉得 也是你足够聪明 你才会看到他在成就你 如果不够聪明呢 你就会觉得他在伤害你 他在阻碍你 所以你要面对境界 是看你的程度跟智慧 就会懂得方便善巧的去转静 那如果不会呢 那就是被静转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一段呢 在讲这个无称恨行啊 其实回归到自己的内心 你还是要相信自己的决性 还是最重要的 而且呢 是独一无二 只有他可以依靠 其他呢 你都不要把它当一回事 你就可以平安的过关 好 以上是今天的内容